导读新一周期入选中国排协所公布的 71人次人才库名单的球员 具有直接进入训面营的资格 而被排除在人才库名单之外的球员 也可以通过自主报名完成入营测试的方式 与众人一起集训 目前就出现了一位自主报名训面营的球员 他的到来将对凋零宇以及姚迪的位置构成威胁 根据四川媒体披露的消息 原本未能进入71人次人才库名单的王雨晴 确认参加训面营 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通过了入训测试 而与王雨晴一起接受训面营挑战的 还有妙依文 后者在71人次人才库名单中 王雨晴与妙依文进入训面营仪式 无疑让四川女排备受鼓舞 要知道 自从张小雅之后 截至目前能够参加中国女排相关集训的 也就王雨晴与妙依文二人了 2002年出生的王雨晴 在场上四至二传手 她的身高较之姚迪、凋零宇等人 有有过之 是郎平指导所钟爱的高大二传 从比赛情况来看 王雨晴对于王口球的处理 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在二、四号上的传球 比之矮二传要更加平快 而这都是得益于身高优势 值得一说的是 对于高大二传 郎平指导尤其钟爱 并且在执教中国女排期间 尽力寻找、培养高大二传 当然这是考虑到竞争对手的优势 所采取的最佳选择 如今看到高大二传 王雨晴有可能成为新周期的主力 郎平指导想来也会欢欣鼓舞 在此前中国女排 与欧美球队竞技的时候 由于丁霞、雕灵雨等人并非高大二传 往往在拦网方面吃亏 如果是换成高大二传 情况再则会有所不同 一旦新周期 王雨晴真的能够如愿成长 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中国女排拦网方面的劣势 对于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无疑是带有弊异 目前王雨晴在技术方面 经验层面上仍然有待进步 甚至难以与高水平的二传相提并论 但是在训练营当中 她将得到夯实基础能力的机会 而此次她主动报名参加训练营集训 也带有挑落姚迪凋零与位置的意思 事实上对于王雨晴的培养 完全可以效仿培养姚迪的模式 在里约周期 姚迪虽然并非主力球员 但是却获得了随对锻炼的机会 这为她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谢谢大家